据6月18日媒体消息报道,连战近日因小中风住院,外界盛传这是因朱利伦访美导致,对此,连战办公室方面的回应十分微妙。 连战现年已87岁,一年是已高,这几年连战先后因心脏等问题开刀住院,健康状况虽大不如前,但仍已控制多年。 去年12月18日岛内举行四大公投时,连战外出投票,当时被拍到头发已经全白,但精神和身体状况看起来不错。 6月10日,连战因小中风住进台大医院,事发时情况一度危急,进加护病房三天后病情随即稳定,已转一般病房。 截至6月18日,连战意识清楚,且可清楚表达,不过平衡感受影响,正持续治疗中,连战夫人连芳宇天天在医院陪护,如今被称为连奶奶的连芳宇女士,当年可是中华民国第三届中国小姐选美竞赛冠军。 而她的一生虽然没有投身演艺圈,但也依旧精彩,她与前副总统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一路从青梅竹马扶持到老,她的美丽与优雅从未改变,算是中国小姐极为经典的美丽代表。 连芳宇原名芳宇,1943年出生在重庆,祖籍江西,她的父亲芳生恒是台湾大学的物理系教授,而母亲汪姬贤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,举家迁台后也是担任教职工作,出身自书相识家的连芳宇,从小得到良好的教育,功课更是名列前茅。 当年连芳宇在中山女高毕业后,便就读于台湾大学职务病虫骇系,后来又赴美留学,获得了康乃迪科大学的生物化学硕士学位,而她在就读大学期间,就因为极具出色的美貌与气质,获得中华民国第三届中国小姐选美竞赛冠军。 而连芳宇与连湛夫妻多年,两人是政界相当知名的神仙眷侣,二人的故事还要从几十年前开始说起。 那时,连芳宇还叫芳宇,年轻的芳宇在参加聚会时,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沉稳的雌性声音,领事要我送你去旅馆,我的车就在外面。 青年叫连湛,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,利用暑期在领事馆做义工。 她是台湾人,祖父是台湾太史公连衡,台湾被日本占领后,全家都到了大陆。 她在西安出生,上小学,台湾光复后,又随家人迁回台湾。 那时,连湛的父亲连震东担任台湾参议会秘书,因父母兼护友往来,芳宇小时候经常到连家玩,连湛比芳宇大八岁。 在她眼里,芳宇是个可爱的小妹妹,没想到,她到美国求学六年,她以婷婷,淑女窈窕,重逢令彼此惊奇又兴奋。 连湛的内心也起了波澜。 19岁的芳宇,用智慧和美丽俘虏了她,她回到台湾后,她的戏马上追了过去。 《红艳传书》中,彼此越来越缠绵和依恋,头上顶着中国小姐的光环,芳宇也被媒体追踪着。 不久,她和连战交往的消息被披露,反对声不绝于耳。 旁人说,外来人怎么可以嫁给台湾狼? 父母说,不能和学政治的人交往,这一行爬得高,跌得重。 面对批评和责难,芳宇只能默默流眼泪。 在父母规劝下,她刻意减少了写信,大洋那边,连战收不到信。 一级之下,她把学业一丢,不管不顾费了回来,每天到芳宇家报道。 为了儿子的前途和婚姻,连战父母到芳家恳求,让连战和芳宇先订个婚,好让她安心继续学业。 被连战用情之身打动,芳宇一再向父母保证,不会因订婚影响自己的学业。 终于他们应允了,1964年,芳宇从台大毕业,申请到美国七个学校的奖学金。 她选择了离连战最近的学校,一年后,连战获得博士学位,一个29岁,一个21岁。 那年9月,他们在教堂举行了婚礼,被父亲挽着手走上红毯时,芳宇眼含热泪,隔着面纱。 她看到,红毯纳端,她的战哥在等着她。 婚后,按台湾规矩,芳宇贯复兴,成为连芳宇。 连战走到哪儿,哪儿就是她的家。 她去威斯康辛大学执教,她就拎一只小皮箱一同前往,她转去康涅狄格大学教书,她也转去康大继续学业。 1967年,长女慧心出生,初为父母,辛苦又甜蜜,因芳宇还在念书,连战承担起照顾女儿的重任。 张洛饮食,胃乃换尿布,芳宇对她,既信任又依赖。 在连战支持下,芳宇顺利拿到了康大植物生理学硕士学位。 闲时,他们就带着女儿到加拿大,波士顿寻优仿盛,在芳宇心中,那是最理想的生活。 然而,出身政治世家的连战,注定要走向更大的舞台。 1969年,应台大校长前思量之邀,连战返回台湾,任台湾大学教授,政治系主任,尽管不舍美丽的康大,芳宇还是带着女儿一同回来了。 相比在美国教书,台大教授的收入只够节俭过日子。 住在冬冷夏热的宿舍里,芳宇一边照顾女儿,一边埋头写作补贴家用。 不久,她出版了第一本书《欧游杂记》。 中国小姐的光芒收起来了,芳宇把全部精力奉献给家庭。 随着孩子们陆续出生,她也越来越忙碌。 连战是家中独子,师奉年迈的公婆也是芳宇的重任。 婆婆突然中风后,公公亲手将各种图章交给她,让她掌管起家庭财政。 并不止一次拉着她的手说,谢谢你啊,替我们连家生了四个孙子,没有了后顾之忧。 连战在台大一路高升,受到蒋经国的青睐。 1975年,她告别台大,正式走上试图。 也是那一年,芳宇出版了散文集《一连集》。 一连是连战为她取的笔名,连与连同音,但爱可见一斑。 芳宇的付出,连战始终名记在新。 出差哥伦比亚时,她省持俭用,为她买了当地名产祖母律。 多年来,她自修文学,淡薄名利,不管连战在外边的成就多显赫。 在她眼里,她只是她的战歌。 孩子们渐渐长大后,芳宇去东吴大学当了老师,教授中国现代文学。 每天晚饭后,全家人围坐在圆桌边,孩子们写作业。 她准备教材,连战在一旁看报,幸福不可言喻。 2000年,连战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。 选前最后一场大型造势晚会上,李登辉在现场反客为主。 身为候选人的连战成了陪客,表情非常难堪。 意料之中,选举以失败告终。 败选后,连战与李登辉正式决裂。 那一天,在选举总部,连战感谢了出钱出力的朋友,提到夫人芳宇为她竞选奔忙。 脚都薄了时,抱歉与难过一余言表。 站在连战身边,芳宇的眼泪掉了下来。 所有人都关心她能不能当总统。 只有她,关心她累不累。 欣慰的是,风雨中,芳宇始终和她站在一起,给她鼓励和安慰,政治环境波掘云轨。 为了人民利益,连战更乐意于从事两岸交流事务。 2005年,不顾有人激烈抗议,她应邀访问大陆,实现了50年多来首次的和平之旅。 八天的行程,芳宇一路相随。 她时而为连战整理衣着,时而手玩手亲密而语。 她在北大演讲结束,她情不自禁送上深情一吻,既落落大方,又随何可亲,她为她的大陆行增色许多。 所见所闻动人肺腑,回到台湾后,芳宇的鼻醒过来了。 时隔多年后,她再次提笔,写下半世纪的相逢一书。 在书中,连战亲自作序,一起年轻时相伴读书的情景。 颇多感慨,对夫人为了照顾家庭,支持她从政,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,又诸多内疚。 而芳宇却说,她才是这个家的重心与力量源泉。 我只是尽本分照料大家的生活起居,没有她,就没有这个家。 一男一女,一夫一妻,一生一世,结婚时的誓言,他们始终铭记,牵手几十年,连战回家第一件事,一定是喊芳宇的名字。 出门在外,每天至少一次的电话,始终未曾改变,直到媒体登出宣称是连慧欣亲笔写的书信。 内容也是哭诉父亲对母亲动手动脚一事,连芳宇听闻此事之后,相当气愤地说,这是对手下三滥的手段,她非常不齿。 连芳宇表示,我不是生气,但是很无奈,为什么对手这么差劲,选举就要拿出政策,拿出牛肉对不对,去搞伪造,抹黑,然后造谣,这不是很下三滥的方式吗? 很不齿,连芳宇越说越生气,连战在一旁稳住妻子情绪,媒体提出的书信,连芳宇认为有明显漏洞,连战夫人连芳宇,我觉得她对我们家的情况实在是不了解,所以才会做这样说明,说如果我离开我先生,我一毛钱都没有,其实她搞错了,我们家是我在管家业,如果我走的话,我先生怎么办呢? 当时有关二人婚内矛盾的传言不断,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连家人的关系,还让连家人关系变得更紧密,连战连芳宇二人也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恩爱,如今的连战已经高龄八十多岁了,前段时间传出小中风,索性在第一时间得到急救,目前恢复良好。 对此,连战夫人连芳宇将这段经历称为奇迹,发表签字长文写下自身心路历程,并感谢台大教授陈长芬仗义协助,让丈夫能够度过生命关卡,才没有让他与连战天人永隔。 连芳宇指出,这几年连战健康亮起红灯,三年内生三场大病,第一次是心房纤维颤动,中风几率比一般人增加五倍,使用抗凝血剂降低中风的风险,但也增加出血机会。 连芳宇还表示,他感谢陈长芬的救命之恩,透过交谈,得知陈长芬当时是因为看芽晚了,才刚好到该发廊洗发,到发廊看到连战情况危急,虽然不相识,却立刻拔刀相助。 陈长芬说他是台南人,曾拿到六次连雅唐先生奖学金,他说,感谢上帝,让我们接了这个美善的缘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